被吐槽为空中绿皮车的春秋航空差评如钞 甚至出现空姐辱骂乘客事件 但为何却年年盈利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春秋航空 在前两年国内三大航空公司 纷纷亏损超过100亿的时候 春秋航空不仅能够实现140亿以上的营收 而且能够保证盈利 不得不说有两把刷子 虽然论规模春秋航空的确不算大 但是要论盈利能力 各大航空公司都无法与之相比 无论是早在2008年的全行业亏损 还是后来疫情时代三年的影响 春秋航空都保证了持续性的盈利 并且成为极少数盈利的航空公司 甚至在2023年前三季度 就实现了141亿元的收入 同时盈利能力位居七大航空公司之首 那这么说春秋航空应该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虽然其很难赚钱 却也因为各种奇葩行为受到乘客的吐槽 什么飞机破旧 座位拥挤已经算是见怪不怪了 服务更是几乎没有 不提供免费的餐食 没有免费的毛毯和饮料 甚至连免费携带行李的额度都少得可怜 除了将乘客运送到目的地 以及提供免费的白开水 其余所有额外服务都只有两个字 加钱 甚至还会有空姐像绿皮火车上的推销员一样 推销各种特产和纪念 怪不得会被吐槽是空中绿皮车 不过平心而论 人家本来主打的就是廉价航空 甚至连头等舱都没有 而且因为不提供餐食 甚至连烤箱冷藏柜的位置都空出来变成座位 主打的就是一个无限接地的廉价感 什么29元到99元 甚至9块9的机票都有 这已经不是打折了 简直就是打骨折 按理说既然票价已经如此廉价 还要啥自行车呢 乘客想要有很好的服务 自己再花钱买也无可厚费 但是由于春秋航空实在是将收费项目发挥到了旗帜 餐饮服务要收费 毛毯枕头要收费 超额托育要收费 优先责位也要收费 甚至改签和特殊人群照顾也要收费 因此给乘客的感受就是乱收费 而且之前还出现了春秋航空空姐 在社交媒体上辱骂鼠印乘客的恶劣行径 虽然最后因为网友的投诉 设施空姐被停废 但这一问题恰恰作为典型 反映出了春秋航空无限节约成本所产生的问题 春秋航空兄弟是如何做到烂得很彻底 却丝毫不影响盈利的 仅仅只是因为足够便宜吗 作为典型的廉价航空 对春秋航空的要求确实不能太高 但是以其目前差评如潮的风评来看 这飞机也不是一定非作不可 再说尽管其机票价格便宜 但是在热门路线和时段 也不会和一般航空公司差太大 就算一些冷门线路价格便宜到惊人 但事后杂七杂八费有加起来 也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 而且体验感很不好 极容易受一肚子气 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乘客 给春秋航空捧这个场呢 首先要说 99元9块9的票价太吸睛了 不管最终省得多省得少 体验感好不好 总归是要比一般航班节省费用的 而普通人乘坐飞机也只是为了 单次的旅途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 又不是常年在天上飞 只要能够保证准点率 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而春秋航空最大的个点 就是能够很好的保证准点率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 其有什么特别的权限 而是其采取的策略使然 通过设置紧凑的航线排班 增加日均航班班次的方式 让飞机的单日利用率得到极大提高 对于乘客来说 更不容易造成延误 对航班公司来说 更好平坦了运营成本 但是增加排班如何保证上座率呢 要知道春秋航空的策略 可是只采用单一机型 即空客A320这一款飞机 而且还将商务区公务舱全部舍弃 以此来提高经济舱的作为数 很明显是想通过玻璃多销的数量取胜 而他们保证上座率的法宝 就是不完全依靠普通零散的乘客 而是盗料依靠自家的旅行团乘客 春秋航空是春秋国旅旗下控股的子公司 最初于2005年首航式 主要想解决的就是自家旅行团包机成本问题 附带经营国内航空客户运业务 因此凭借这一方式 再加上低价机票策略 可以保障上座率95%以上 成为了国内民航客座率最高的公司 同时这种单一机型的策略 除了能够极大降低飞机本身的维护成本 包括飞行员 机务以及乘务与人员 在内的各类人员培训成本也会跟着降低 甚至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 在人员的薪资待遇以及招聘条件上 都会相应降低 从而造成一些工作人员素质较低 乘客体验感差也变得很难避免了